其實除了這些失禁用品之外 市面上亦都推出了很多有作長者如此的產品 不單可以減少他們失禁的問題 還可以減輕照顧者的壓力 這麼厲害 過來看看 需要我講嗎? 來 我們一起看影片吧 好啊 智能尿片 有尿濕感應 在尿濕的時候 夾在尿片上的感應器 就會發出信號去到警報燈 提醒換片 有助照顧者知道長者濕片的情況 及及時處理 亦都不需要經常打擾長者去觀察他有沒有濕到片 便攜式座次扶手 長者如刺的時候 更加容易從座次坐下 起床 轉移 及保持坐姿 他的手柄可以提起 以方便轉移 手柄亦都可以調整前後位置 配合使用者的手位需要 亦都可以調校扶手高度 按臟不需要任何工具 方便快捷 座次起立輔助器 在扶手上面的按鈕 可以控制座次板的升降 令到下肢力量不足的人士 更加容易從座次站立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亦都令到使用者更加獨立 他的手柄可以提起 以方便轉移 亦都可以調校扶手的高度 去配合使用者的需要 有軸的淋浴便移 方便轉移長者去到浴室鱼刺 和進行清潔 亦都可以放在床邊 方便長者晚間鱼刺 減低跌倒的風險 還設有U型的開口 方便使用者清潔下身 和在魚刺時使用 還配備活動式扶手方便轉移 而腳踏板可以作承托腳步之用 以免使用者因為被拖行而受傷 它還有軟座墊蓋 方便轉移時乘坐和確保衛生 亦都設有把手和可以上鎖的車輪 等照顧者可以安全又輕鬆地 將使用者移到浴室進行清潔或預刺 摺疊式淋浴椅 方便照顧者幫體藥的長者充洗下身 它的U型槽設計方便充洗 亦都可以調整座位的高度 配合使用者的需要 它的摺疊設計易於儲存 手柄可以提起亦都方便轉移 便攜式預防失禁裝置 它可以監測膀 預知需要如刺的時間 及早協助長者去洗手間 減少失禁的情況 它是一個飛入侵蝕的裝置 可以監測膀的尿液容量 預計如刺的時間 並且發送提醒通知 它還可以記錄互理活動 和分析排料時間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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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